欢迎收看亚洲军事 中国正在战略上包围印度 中国军舰在斯里兰卡停靠引发安全担忧 VOA甲上捷 斯里兰卡当局已收到中国方面提出的一项请求 要求允许一艘军舰在该国停靠 声称是未了研究目的 印度对此表示了安全顾虑 斯里兰卡说他们仍在处理这一请求 斯里兰卡外交部发言人普里杨佳 维克雷马辛格Priangal Vikramasing 在首都可伦坡表示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已提交申请 外交部目前正在审查中 此前两周 一艘自称是研究船的中国海军舰艇 停靠在可伦坡 表面上是未了增加不及 印度的海上安全专家表示 这艘名为海洋24号的船 实际上是中国海军的军舰 这艘长129米的船上 有138名海军人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对中国船只停靠斯里兰卡的消息 做出了强烈反应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印度谨慎监视与其安全利益相关的任何发展 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捍卫这些利益 印度资深的海上安全 分析师维努戈帕尔梅农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存在显然不符合印度的最佳战略利益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实验6号预计将于10月抵达斯里兰卡 进行所谓的海洋研究活动 中国说 实验6号是一艘新型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 总投资超过5亿元 最大航速16.5节 续航力位12000海里 尽管中国称其为一艘专门用于太空气跟踪的测量船 但印度和外国海上安全专家都认为 这是中国海军的一艘舰艇 过去曾用于跟踪卫星和导弹 斯里兰卡国家安全智库 InSlow前总干事 《眼泪外交》一书的作者阿桑加 阿贝亚古纳塞克拉 A.A.A.B.A.S.K.A. 认为 中国实验6号这次研究的主要重点 是绘制印度洋海底地形 岩度和次表面温度图 这是中国解放军海军 在印度洋进行潜艇行动的更大战略 去年 中国曾派遣远望5号测量船 停靠在中国控制的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口 印度当时向可伦坡提出了关切 但斯里兰卡对印度的反对置之不理 允许其停靠 阿桑加 阿贝亚古纳塞克拉 在可伦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远望5号的访问让斯里兰卡和印度看清了 中国利用地缘经济手段来实现其在印度洋港口的地缘政治疑心 新德里马诺哈尔 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 MPIDSA的研究员 斯姆鲁蒂 S.佩塔奈克 S.S.Potanik 告诉美国之音 允许远望5号停靠 拉甲派克塞政权 想向印度传达一个资讯 中国已经对可伦坡港口的南方集装箱码头 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这艘侦察船在返回卡拉奇港途中停靠在了那里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正在与斯里兰卡加强关系 旨在增强其在印度洋的存在 以保护并进一步扩大其商业和安全利益 阿桑加 阿贝亚古纳塞克拉表示 中国通过外交成功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些斯里兰卡议员甚至专程到汉班托塔 欢迎这艘中国船只的到来 本周 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向斯里兰卡军队赠送了价值620万美元的应急指挥与通信系统车队 共计11辆汽车 斯里兰卡军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些配备了超现代通信设备的车辆最初是为军事目的而设计的 他们今后会将这些高度先进的军用汽车用于保障内部安全和执行特殊任务 斯里兰卡的独特地位 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它位于印度洋中心 处于连接欧洲和远东贸易航线的位置 实际上将亚洲和欧洲贯通连接 最繁忙的东西向印度洋航运航线距离斯里兰卡岛仅有6到10海里 斯里兰卡就像是世界海上通信航道中特殊意义的灯塔 在这条航道上 每年有超过6万艘船只 世界三分之二的石油和50%的集装箱通过 使其对该地区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战略目标是在印度洋地区获得立足点 以监控和保障他们的能源安全 斯里兰卡的海洋边界面积是其陆地面积的八倍 因此一直在与中国发展关系 进行各种海洋研究 以更好的了解其海洋边界内的资源 斯里兰卡在印度洋的战略地理位置 以及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承诺 使其成为地缘政治竞争和海上通信线路安全的经济场 从而增强了其对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战略重要性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正在执行双洋战略 以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 这两个海洋对维持中国的增长至关重要 维努戈帕尔·梅农表示 印度洋是中国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的海上交通要道 太平洋是其出口驱动型经济的通道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地区对中国构成了严峻挑战 但印度洋地区的权力真空为中国的扩张提供了绝佳机会 印太地区正在成为中国和印度争夺地缘政治影响的温床 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对抗性关系 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信任缺失 更重要的是 他们试图以多维度方式边缘化对方的影响 位于印度洋地区的斯里兰卡在地理位置上非常重要 被印度和中国都视为战略资产 因为它有潜力影响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 因此 斯里兰卡有潜力改变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政治格局 通过在印度和中国之间选择支援某一国家 斯里兰卡可以大大影响南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 这可能继而导致国际政治和安全架构的转变 为了遏制印度在南亚地区政治上的日益重要地位 从而平衡四方安全对话 国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中国正在不懈努力获取对斯里兰卡的控制 正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 力图让斯里兰卡成为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斯里兰卡与中国日益密切的关系 当斯里兰卡成功平息泰米尔猛虎恐怖组织时 斯里兰卡总统马辛达 拉贾派克萨 Mahinda Roger Poxy 公开感谢中国对可伦坡的援助 同时 中国开始大规模投资该国 资助修建道路 港口和机场 由于斯里兰卡在印度洋的地缘战略位置 以及与印度的接近 斯里兰卡开始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寻求平衡 以最大程度的获得利益 中国在汉班托塔的投资超过21.9亿美元 这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单一港口投资 北京对该设施拥有直接控制权 中国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也是其最大的债权国之一 占斯里兰卡约510亿美元外债的约10% 同时 北京开始在可伦托获得影响力 对印度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斯里兰卡安全分析师表示 由于两国之间双边经济互动的水准和性质 斯里兰卡无法抛弃中国 2015年 当时的斯里兰卡新政府 曾试图应受到西方和印度的推动 而与中国保持距离 但由于中国的经济重要性 以及两国之间已经存在的深入的经济互动 斯里兰卡无法做到这一点 斯里兰卡外交部长阿里 萨布里 阿里西布里 最近访问了中国 并承诺 斯里兰卡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推动一带一路的专案 加强多边协调 推动更加深入的发展 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关系 萨布里说 斯里兰卡高度重视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欢迎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投资 北京资助可伦坡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战后 为了恢复经济 斯里兰卡政府启动了很多大型基础设施专案 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 通过大量投资这些专案 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以成为亚洲的下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希望在印度洋地区建立经济存在 以获得对北京有战略利益的影响力 辛德里·马诺哈尔 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 MPIDSA的研究员斯努鲁蒂 S.佩塔奈克说 斯里兰卡领导人 希望在中国的说明下展示发展成果 因为可伦坡与西方国家 在人权问题上存在问题 与印度在泰米尔被边缘化问题上存在问题 所以这对双方都挺合适 斯里兰卡政府选择了中国公司进行投资 签署了抽象的协议 推广了不透明的公司和投资 并接受了高于亚洲开发银行 或世界银行利率的中国贷款 中国这个地人经济战略背后的原因 是使斯里兰卡完全依赖于中国 阿桑加、阿贝亚古纳塞克拉说 斯里兰卡是其他国家了解中国基础设施外交 和成功实现中国地人政治目标的 软实力外交的最好案例 观察人士指出 中国正在